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者给力 我是大个力 今天呢 一样要带你从世界总金到台湾的财经 在最短的时间 帮大家一展无遗 那廉价过后啊 真的是大家心情应该是 有点闷 因为廉价期间 大家应该是挤得水泄不通啦 虽然疫情很严峻 不过看到很多景点其实都非常热闹 阿格力在廉价期间在家好好的研究 这个股票 所以没有出去玩 你们再分享给我要去哪里玩 你们廉价去了哪里好玩 好不好 那廉价为什么阿格力在研究 因为在4月24号 阿格力有一场定存存张股 打造自己的ETF 这样的一堂课程 那我最近也觉得存股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那比起一般的人讲存股 所谓稳健的零股息来说 阿格力因为 这个人比较碳性一点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定存存张股 例如说我最近接到一个我粉丝 私讯我啦 他就说要送我一瓶酒 我说你干嘛要送我一瓶酒 他说 老师啊几年前上你的课 买了中株 莲华 然后玉龙 赚了不少 他说他买的单位都是百张起跳 我算一算 也赚了几千万 被自己的学生的财富超越 当老师其实还是有点汗颜 不过这也证明了说 大家其实蛮知道说 阿格力的课程里面讲的是产业面 那产业面呢 的好处就是他一个常委的效应比较大 你比较知道你在存什么股票 以及这些公司未来会不会成长 那有成长的公司呢 其实就可以带来比较超额的报酬 所以你如果在存股路上 觉得说速度有点慢 但是短进短出 又不是你的主场的话 因为可能要上班啊 或者是你的个性啊 比较不适合的话 那欢迎来参加阿格力这场定存成长股 打造自己的ETF 不管你是投资有没有经验的人 来这场课阿格力都会教你看 怎么样去寻找一些成长型的产业 那同样的在节目的部分呢 我们的粉丝当然是有something special 也就是优惠嘛 GP500输入之后 就可以再比招鸟之下再便宜500 那个没有输入就没有 所以记得 输入早买早享受现在通膨嘛 但是我们课程呢 还是一样 可以给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 那时间到4月15号截止啦 那提醒大家这堂课 除了台北的实体以外 还有线上课程 因为在疫情的部分 确实是有点影响大家也担忧啦 那阿格力在实体的部分呢 其实不会让大家做得很密 有些老师为了赚钱 那讲座大家都坐GP 我们这次会帮大家 留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 好不好 那你如果还是真的很担心 这个疫情的话 那也欢迎报名线上版的 在影片说明栏下方 就有报名的连结 再请大家 尽快的把握啦 好那回到节目的这个本身呢 那阿格力在这个廉价期间也帮大家做了不少功课啊 比方说这个美国的就业状况 因为其实就业状况会影响到FED啊 接下来升息的节奏 因为升息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 例如说你有沒有充分就业啊 就业市场如果OK 那政府才敢升息嘛 所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首先啊看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这次的数据呢是43万人 预期原本是49万啦 所以有点逊于预期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整体来说呢 我们还是不能只看非农就业 这个失业率的部分还是要看 失业率表现就还蛮好的 3.6% 失业率越低越好 不是越高越好 所以预期原本是3.7 那上一次是3.8 所以显然看到这个整个就业市场 算是一个强劲的复苏 不仅这个失业率下降 我们看到每小时的新增年增率 是5.6% 所以大家不仅 这个有找到工作而且薪水还不错 不过对于企业来说这个压力就比较大 因为你的员工薪资增加 那原物料现在通膨的问题 以及之后升息公司借贷成本 所以这也大大影响最近股市动荡的一个原因 那至于接下来怎么看 也会是今天节目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 好那讲到升息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啊 这个礼拜四就要公布3月的会议记录 那这个会议记录呢 到底是越来越 阴还是没有那么阴 其实也影响到接下来升息的一个节奏 那现在各大的这个金融机构 怎么看升息的幅度呢 我帮大家来画一下重点啊 从摩根达通花旗一直到高盛啊 其实普遍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就是升50个基点啊 5月50个基点 那美国银行说6月跟7月50个基点 50个基点就是两码的意思啊 摩根达通也提到 5 6月可能会升50 那7月之后每次只升25 就是一码的意思 不过呢花旗 花旗这次真的是比谁都还要阴啊 他说5679 皆会升息50个基点 所以一次两码 4次哇这样就8码了 这个对股市的压力就大 那除此之外除了升息 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缩表 像连加期间就传出 可能在5月会有缩表这样的可能哦 虽然是一个传闻 不过也引起了美国股市一个大理 像废半就跌了4%多 也造成今天台股 在连加后第一天 也是面临比较大的下修 因为台积电相关的一个半导体股票 都被废半给拖累了 好那接下来第二季我们该怎么看呢 毕竟第二季啊 已经开始了在路上 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包含了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 虽然大家觉得说歹系脱膨 不过你也不知道 会不会突然又发生什么事 那大家也是希望他快点结束 因为如果乌俄战争不结束的话 这个通膨就会持续恶化 毕竟这两个国家不仅是 这个石油啊天然气 以及很多的这个原物料金属 通通都跟这两个国有关 所以这个战争如果持续 确实对通膨会有很深的影响 那升息疫情 还有我刚刚讲的企业 面临到这个薪资上涨问题 以及原物料上升 都或多或少带来给企业一定程度的压力 但是台股也不是说 就没有希望我们看一下 比较利多的部分 因为清明廉价过后呢 上市归公司要公布3月的这个营收 所以首季的财报大家就可以知道 有哪些股票其实还是很有基本面的 那今天也会跟大家讲 在第一季结束之后 第二季有哪些个股 还是值得大家持续在关注 那初线型行情势必还是盘式上重点 像最近升息 这张初线型这两个利多的情况之下 金融股最近真的是强到翻掉 今天录影的时候还在涨 那第一季外资卖鸭已经卖了这么多 我卖了5000多亿 赢了去年一整年 应该不会再卖了吧 看起来压力是比较小啦 好 所以总结来说呢 今天就会跟大家从总金升息 以及个股的方向 来跟大家做一个全盘的解析 好 首先欢迎今天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古怪教授谢承燕 教授呢 会从很宏观的角度来 帮我们分析整体的经济数据 毕竟目前方向比努力重要 这个总金的数据 在这个个股研究上 我觉得优先顺序还是先看总金 那腰谷大师也会帮大家借力 去看 接下来第二季有哪些公司 还值得大家去持续的追踪 好 那一开始来跟教授 呵呵 真搞真搞 因为4月也来了 那4月 会有什么样的大事呢 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历史 其实美股在过去的4月 算是一个最美好的月份 这个是实际有统计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500 标普500就是美国 500大师的公司 你把它想成0050 所以这种大型的公司 在一整年表现最耀眼的时刻 就是4月 二战以来 这个是很久 很久以来 这个好几十年的数据 有70%的几率 是上涨的 而且平均上涨幅度是1.7% 比起其他月份的平均0.7 你看多了1% 1%还很多的 毕竟这是500大师的公司 1%是不小的一个数据 所以显然看起来 上涨的几率高 上涨的幅度也不小 不过呢 今年遇到这个战争啊 升息啊 甚至可能到缩表这样的问题啦 所以 虽然这个过去的历史数据很好 但是还是有这些隐忧 4月为什么会上涨 其实呢 也是有点逻辑 因为美国大概在4月中旬 这个财报就会公布 那大家知道 美国公司常常财报优于 这个预期的情况下 自然会推动整个股市的上涨啊 不过今年确实有其他变数 所以教授 今年啊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方向去看 你觉得今年4月还有这么乐观吗 你刚才讲到一句话 非常打动我的心 打动你的心 就是方向比努力重要 我们射手就是最偷懒的 喜欢先看方向 那刹刹 哎 台语不知道怎么讲 就取对老婆比事业打拼还重要 真的有同感有同感 像教授老婆就蛮好 因为每次在节目上乱讲 好像都没什么事 对 但是如果他如果是豪门 那更好 豪门更好 这样还险 不能这样 不要这样子 男生就是贱 明明已经有这么好了还险 没有这是你而已 好不好 这是我 不要把大家拖下水 其实 这个统计我看到最近 也有蛮多媒体的一些分析师在用 就提出比较乐观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我们阿格利也是生技博士 那跟生技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那博士都在做一堆数据的检验 是啦 不管哪一个领域的都是 对 然后统计啦 计量啦 那我相信你 应该会认同我等一下的讲法 先埋坑啦 等一下不认同也不行 对 基本上 这个统计当中 有两个变数没有放进去 变数很重要 变数很重要 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 你的样本数 取决于你所设定你要 讨论的变数 那如果我今天没有把变数放进去 我就告诉大家说 二战以来有70%的机率收高 平均上涨1.7 跑赢所有月份平均涨0.7 我跟你讲 这样的一个报告出来 我绝对是直接 往地上一丢 对 果然是念过博士了 没有错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变因要先控制好 对 因为有两个变数 没有 有没有出现在这里面 想也知道嘛 有没有普丁 没有 没有普丁 有没有联准会持续升息 所以如果今天你告诉我 根据过去的经验 普丁打乌克兰的时候 4月份 平均上涨几率70% 然后平均涨幅1.7 OK那我买单 对 好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变数纳进来 你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 说实在的 哪个节目用这样告诉你偏多 直接后面不用看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要偏多吗 偏多 偏多 用这个角度看 所以他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 华尔街 他们去调查经理人 3月份的投资操作 你会发现股票 的降比已经大幅度下滑 到不到一半哦 你如果一般过 而且你看哦 他债券哦 投了债券 现金这些 对不对 按照过去股票的占比 不到5成 这个是已经大幅度相机了 很滴水位 因为他们对未来市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那这个 所以升息 大幅度升息会带来的冲击 就是我讲的是实质面的影响 因为现在他还没有升到那边 那为什么股票要先卖 原因很简单 下半年 只要你是高资本支出的企业 你会突然面临到一个 利息费用大幅度的攀升 这个就很严重了 好 这第一个成本 我讲的第一个成本 利息费用大幅度攀升 第二个成本是什么 当你物价高涨 员工是不是也会要求 大幅度的加薪 不然就罢工了 大家都不干 对不对 不用罢工直接开除就好 开除 对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教授真的是好老板 直接开除 直接给资钱费 你整个照照 所以 要么我调薪 要么 我减少人力的雇用 是 好 调薪对企业来讲成本增加 减少人力的雇用 对我们的民众来讲 他对于未来的担忧 消费力又更下降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鹰派快速升息 他会带来的一连串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也是为什么突然之间股市下跌 我不可能等到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现象 三个现象 都出现 如果说知道 当然要先跑啊 对不对 对啊 就是 你觉得华尔街那些人 我们受的训练是一样的 大家的思维会不会一致 我现在不是在告诉你 未来他们要做什么 我直接告诉你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才是我 今天我要跟大家传递的重点 而且你注意看 三月份呢 对整个亚币对美元的一个状况 你看韩元扁 这个其他 你说什么新加坡 印尼 马来币 这个本来就不是投资市场的主力嘛 那你看韩国 新台币 日元这些是不是持续在扁 对 为什么 他反映的就是 大家也会担心说 当持续的物价持续的大涨 他的最主要的消费国 美国会带来 比较大幅度的 衰退 那新市场 因为我们也是靠出口 对 靠出口 我们出口给谁 大家自己想一想就知道 美国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消费国 那如果他的消费欲望下降的时候 那我们的出口未来 你现在所看到的今年 去年出口数字很好啦 1月2月 这些都还没有反映 联准会所看到的物价大涨的这件事情 以及他为什么要快速升息的原因 现在还没有反映 我说消费面 消费面 对不对 还没有反映嘛 那但是为什么已经开始扁 因为外资认为 我未来自己的状况不好 金融市场都是领先 那一定会影响到 这些出口嘛 所以你从这边就看到 那所以你如果注意看 这个是联准会启动升息之后 报纸所做的一个整理 媒体所做的一个整理 我们就截这个图给大家看 你注意看 他在看好的标的里面 像这种什么 只写美股台股那里面差味 我刚刚那不认真 庆菜下下 但你注意看 投资等级在 农业 什么原物料 公用事业 然后 然后 医疗保健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能源啊电动车啊什么的 电动车你有没有发现 他不像以前我们在谈的很广泛的操作 他聚焦在某些特定的产业 原物料还有这个绿能以及生计等等 所以他已经在告诉你了 投资现在已经不是闭着眼睛 什么都能做 而是你必须去观察现在市场的产业趋势 你要以这个为主了 要不然你其实不容易赚到钱 这个是这个部分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对所以在过去两年呢 其实在QE 无限QE的情况下 你卖什么股票 早涨晚涨而已都会涨啊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 确实你这个公債殖利率大股攀升之后 对科技股影响非常巨大 所以教授也帮大家统整 这些主要机构 大家在看的是什么 像原物料 我今天看还是很强 深一在最近台股也很强 教授很久就有跟大家讲了 我们应该是领先市场提这件事情 对因为生计还没涨的时候 大家想说你在说什么生计 我说什么消息 你是没东西说的吗 对啊 讲到生计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要讲什么 不是啊 没有啦不要这么谦虚啦 像我最近也有看到我的自选股 这个加一 这个做喜胜的 加一就我最早讲的 教授之前也有讲过 四五十块一路飙涨 涨了快七十了 所以今年的投资真的要聚焦 主要一个产业的方向 好那刚刚讲完了整个国际的这个经济 趋势之后我们要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湾的这个制造业跟 这个非制造业的这个经理人指数 我们过去有教过大家 在五十以上 就是代表说是一个不错的哦 所以五十是隆枯线 如果低五十 这减起 以及大家这些经理人对未来的看法 就比较不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还是在五十以上 但是可以看到相较于2021年 这个指数其实是一直往下走的 分数就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这对于这个产业展望来说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教授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经理人 这样子的一个分数的变化 从之前很高到现在越来越低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看待之后的选果 好 当然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 有没有大于五十 那因为他是大于五十 所以表示三月份 那这个我很喜欢看P&I 因为他P&I不是落后指标 也就是说等于是 访问在三月份的时候访问他们 对未来的想法 这企业的内部人哦 对 而且是有决策型的 因为三月其实已经有俄乌战争了嘛 那这个战争也打了一段时间 然后原物料上涨这些 其实已经都反映出来 所以三月份的这个数据 我觉得还是有他的参考 看法会更准 对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大于五十 有没有大于五十 那目前来看是大于五十 这个我觉得 表示整体来讲 大家对台湾未来还是相对有信心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数字是往上走还是往下掉 那因为 所以这刚才阿格林一讲 他这个数字是往下掉 所以变成虽然大于五十 就是说景气还是扩张 可是我们综合来讲 应该就是扩张的力道 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变化 就是说没有像过去这么强劲 但是还是维持扩张 这个整体的评估是这样 那当然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就要来看 思考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我们目前的CPI跟WPI的一个情况 因为很明显我们的短售物价 其实确实已经有上来了 那消费的物价指数也超过 央行目标的百分之二 而且预期后面可能甚至年底之前 会冲到百分之三 所以为什么央行要升息 其实也有在反映这块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 PMI还是大于五十 我觉得因为跟国外的物价的水准来比 我们还是相对稍微和缓一些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出 我现在 我现在都是在教各位 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在产业分析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自然知道怎么去操作 这个是技术面没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技术面当然可以告诉你 哪些股票它有很强的力道 哪些的力道比较弱 但是产业面你就要透过这种思维的方式 为什么呢 所以这里面就说 你一下说再扩张 一下又说数字往下降 对啊好防顿哦 你先攻杀毁啦 但我就跟你讲 数字为什么还维持扩张 是因为我们通膨的情况 相较国际市场没有这么严重 对 那但是为什么要往下降 因为某些产业有一些状况 譬如说 金元代工三雄是不是就被高盛政卷 调降平等 也就是他们认为 实际上今年的一个成长的力道 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好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因为包括笔电 包括面板的出货状况的一个影响 因为预估2022年整个成长率是负的 去年实在卖太好了 去年卖太好了 今年是衰退 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影响到金元代工 当然会 这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说 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最近我在看阻力我很喜欢看Pool Call Ratio Pool Call Ratio Pool Call Ratio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叫做 大家比较不熟 对 我短讲就好 好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如果你对选择权不熟 其实我要花很多时间去详细的解释 毕竟我以前是自营部的操盘人 而且我对衍生性商品 不要 是非常的 不要秒解释解释了一堆自己的背景 不是 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解释这个是很有说服力的啊 因为以前我也操作衍生性商品是不是 那当然 简单来讲Pool Call Ratio 如果大于零代表大家在操作选择权的时候比较偏多 比较偏多 所以大于零就是比较看好 就像这个柱状这个都是比较大的嘛 大于零而且值比较大 但是如果他柱状往下就是 小于零就比较偏空 他数字越大越偏空 对 那最近感觉上好像 大家也没有很偏空 他会这样想 可是其实你去看 这个数值已经接近零 就是在零附近 往下走而且可能要小于零啊 坦白讲就是说零附近就是没有想法 那在选择权这个产业里操作 这个这种操作的人的想法里面 没有想法其实就是看坏 原因就很简单 我进来操作 我又不是长期持有股票 我如果长期持有 像你刚才讲的价值股 我可以没有想法 对 我就buy and hold 选择权没有办法buy and hold 你知道吗 所以选择权没有想法其实就是看坏 选择权就是拔掉 要就拼嘛 不拼就是不完 对 那你说我不拼 要嘛我就拼空嘛 也没有那其实就是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其实就是 不好 其实我跟各位讲就是不好 对 好 然后再来是我们去看多空未评仗 最近有一些解读 我这样讲也没有什么对或错 但是呢 我跟各位讲我的解读是这样 大家看到外资的未评仓空单大幅度减少 认为市场是偏多的 他们认为说现货在卖 期货空单减少 其实是压低要进货 我跟各位讲totally wrong totally wrong 对 大错特错 为什么呢 大测斗测不要来 是不是 什么我的美 显露出你的时代感 不要这样 是 这个不是蛮年轻的吗 没有没有 不是哦 已经过很久了 过很久了 好好好 就是 就是你去想一件事哦 就是如果你 你真的看好台股 你为什么 要调降台积电的平等 调降面板产业的平等 也真的把这些股票卖掉 延期一致哦 然后你再去做多期货 诶 像怪怪 哈哈 你不觉得这逻辑是不通的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到底在干嘛 就 我已经不理你了 不知道在干嘛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 我不是跟你忍战 我是完全不理你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其实在做一件事情 现货卖 期货多单减少 空单减少 然后台币贬值 你如果把它仔细的想一想 其实他在干嘛 没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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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移出台湾 我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该做什么了嘛 如果今天我还是压空 空单很多 那你说我我认为会窄 那他应该卖现货 然后我做多期货 所以导致空单减少 对不对 OK 那你应该有很多偏空的 偏多的报告出来 不断的在 在就是引导大家产业嘛 对不对 带动大家情绪 对 所以我的认为是 华仪啊 华仪啊 当然也 华仪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 既然他不放空 那也不见得会跌嘛 是 所以重点我觉得在 后续的一个整个方向上 你应该要 选股上来看 对 你应该去看的是投信 为什么上个礼拜 投信是最后祭底要结账 对不对 那上次这个 我觉得我们上个礼拜录的那一集 这个 我要出门 我都很怕 你知道吗 怎么说 因为我特别看了我们那一集 那个封面 我一看 我们好像 有点悲观 其实也不是有点 有点 蛮悲观的 蛮悲观的 尤其是这个 这个腰骨大师 对不对 可是很准啊 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 廉价后这个美股就大跌了 是不是 有时候 讲真话人家不见得爱听 对 但是我跟各位讲 你还真的要听 就是这样 那当然在这边 我稍微有一些些 帮投资人找回一点点信息 因为上个礼拜 其实 投信 虽然 就说最后两天 其实他是买超的 然后呢 你如果仔细去看 当然有一些股票在结账 但是 他到已经进入4月1号了 他还买的 蛮有趣的 我们仔细看 主要算 你看这个是主机版 PMIC 其实是跟电动车有关 就是冒打 像顺德是导线价 其实也是出货 跟电动车有关 然后再来美食 美食 这个不是那个 那个餐饮业 他是 血迷药 就我们讲的生技股 对不对 然后包括中信金 你看 中信金的部分 是不是 呼应升息 好 然后再来星光钢是什么 就是 这个原物料上涨 所以其实你说 在台股相对悲观当中 整体的逐渠性 有没有明确的点出来 我觉得是有的 我觉得还是 方向蛮清楚的 还是有方向 所以其实重点是 我刚才前面这样讲完 我觉得你要避开 有问题的产业 但是如果 产业方向是OK的 我觉得倒还好 是 就是说你 就是 你不用 我们虽然对 整个大盘是保守看 但是很多产业还是有机会 我这个很快看一下就好 像你看茂达 有没有 他的整个线图 投信买超 三月以来 以及持股的比例的增加 大盘没有什么动 可是 空飙哦 然后你看这个顺德 有没有 也是一样 投信持股增加 投信持股比例 到现在8点多 其实都还有增加的空间 然后像这个中信金 有没有 你跟大盘做一个对比 其实他很明显 金融股超强 超强 然后 再来你看星光刚 而且金融股他也讲 美国升息 台湾升息 两个升息的力道 其实对他们今年的获利 会大幅度的增加 对 就什么都不做 获利就剩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 对 然后你看原物料族群也是一样 投信持股等等 在增加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方向 其实产业的方向 你只要 掌握到比较明确的方向 还是有操作的机会 对 好那谢谢教授来帮我们解析 最后 还有一个康普 你看一下 也是电动车 对电动车 电池 电池 所以你会发现 电池这一块 其实 还是大家 所在意的一个主軸 好 谢谢教授来帮我们做一个全盘的解析 所以 现在的大盘 这个是看了有点闷 但是你仔细去看推敲里面的逻辑的话 教授也帮大家带出来 包含的声音电动车相关 包含的这个伺服器 其实蛮有一个主题性 所以因此 你在选股的部分 如果是喜欢操作电子股的朋友 电动车相信还是今年 最重要的一个产业方向 那伺服器更不用讲了 不管是什么元宇宙 或者是任何云端的需求 都一定是要用到伺服器这一块的啦 好那讲完整个大方向之后 我们接下来回到台股 整个比较市场面 来跟腰股大师 呵呵 嗆到嗆到 这个展望第二季 看起来目前 市场上真的是蛮悲观的 因为我们看到台股 其实现在成交量大概剩2000亿出头啦 之前还有碰到这个 3月初的时候还有到4000亿 等于是腰斩这样的状况 代表说大家 真的就是像教授讲的 不管是外资啦 还是本土的我们这些赏户 不知道不知道 要买什么不如就不算了 其实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 第一个是成交量量数 第二个是上次跟他提到 为什么短期之间 像我们是保持零食股 因为对于绝大部分的投资的人来讲 不见得大家都要订存存存股买金融 这是一个方向 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喜欢 有一部分的投资人是 我就是喜欢买标股啊 标股我当时买电子股 问题是 所以进了电子股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说不想玩 因为没空间 没有空间 我解释给大家听 这个东西接下来很重要 有位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未来还是想多电子股 这一集你要认证看 电子股很弱 这不用讲 但加全指数 没有啊 指数也没有了 只是没跌啊 因为金融股 过去一个多礼拜台北股市全部都涨金融股 我算过 台北股市从3月份的低点 金融指数的最低点 3月份在这里 到现在你买金融股 平均涨幅14% 有 14%很多 我有固定在买金融股纯的习惯 我想说 奇怪 今年买的金融股怎么报酬率都双位数 特别好 是一个月就涨14% 这很恐怖 金融股一个月你看 他这起14% 好那大包没了 那电子呢 也就是说 大盘不动 金融一个人就成了14% 那电子股是什么 当然是跌的 对 这一算就知道 你指数没涨吗 而且比想象中可能跌更多 很惨 大部分的电子股 长什么样子 不用 你不用 不用看就知道 我们看个东西就好 大部分电子都长 都大概都长这个样子 你看看你手上的电子股的K线 大概就差不多长得像非半 就是这个德行 又破际线 而且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对 刚教授讲的那些总体面的东西 在未来会很容易 很有可能 不用等到第二季 你考考到4月份 你就会看他的风险 其实投资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 对 提早半年 会提早半年是很正常的 没错 所以我们在猜 这个会破 这个会破啊 闽张最近真的是 每次 语不惊人 死不休啊 所以我怎么叫临持股 因为你现在不临持股 这个下去 你会被临持 换你被临持 对 你会被临持 因为这个差距在哪里 我做临持股 就是要探价差 既然你的逻辑 假设你认同 我们做临持股是赚价差 对 我知道他会跌 我为什么不能空手 空手也是一种策略啊 那他如果杀了杀下去了 我手上 满满的现金 没有不好啊 我不就会有钱减便宜的 我觉得投资最怕是什么 明知道这里的风险 你硬做 对 结果资金卡住了 真的下去了 好的股票 我尬他的高票 我认同的好公司 好的产业 好的股票 便宜了 我没钱买 没钱买 因为你卡住了 真的很可惜 那最可惜 因为 往往这种一刀下去 假设啦 我们不小心讲对的话 真的下去的时候 下去破了 我开始捡便宜 你要有钱啊 为什么 他叫你牵空手 原因就在这里 行情有高有低 就是我们常讲的 不是每一年的投资 都可以像2020年 像2021年 我青菜买的 就这样就贪了 其实今年的股市 讲真的 这个比较正常 比较正常 这比较正常 过去就是涨这样 对 因为正常就是 哎呀 第一季都对 哦 股票飙飙飙赚完 第二季 挡回来 有的事情 这很正常 是因为过去两年 大家突然觉得 为什么第二季都不会 都忘了股市原本的样子 第三季又继续涨 第四季还在涨 一年 从第一季找到第一季 都在涨 没有回档的 没有 没有每年都比较好 以前人家就讲五穷六绝 过去两年完全没有 五穷六绝 在过去两年因为没有 所以大家觉得 那怎么今年这么烂 没有 这才是正常的 这才是正常的 所以你看你从肺贩的角度 你再回来想想台股 台股今天 没有大跌 才跌100多点而已 其实 昨天晚上的肺贩是 4.5% 也就是说今天电子股杀很凶 又靠金融股撑盘 撑到最后变什么 那哪一天金融股不撑 金融股也不可能 无限的一直涨下去 毕竟他也是比较内需型的市场 他的一个月已经涨40%了 三月份 你要期待他4月份再来14%吗 这可用比较活性 可怜 所以回头想想 从各个角度 我们现在看得出来的是 台北股市是有机会回来测的 对 尤其是电子股 甚至我现在怕的是什么 你现在不卖 有些股票你赚钱的 你没卖会不会全部咬回去 你一咬回去你更不想卖 最近大家应该都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因为这没办法 废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讨的时候 到底接下来操作的策略 尤其是电子股在里面 好 敏章之前跟我们说 他零持股 现在还是零持股 依旧零持股 依旧零持股 今天跌台不够很 我不会想买 那有没有哪些股票是你觉得说 虽然零持股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好股票是好 但是我觉得操作上有策略 第一个 像这个星星 ABF宅板一定是好的 但是好的基本面好的产业 不代表不会跌 不代表不会跌 他今天真的下来了 因为股价除了跟产业以外 还有筹码总经等等因素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就是 这些好公司在第一季表现很不错 业绩基本面都很好 未来是长线不错 但他很有可能在4月份就下去了 所以今天4月的第二个交易日 这个已经来一根 已经下去了 留意他的买点 什么叫留意买点 我强烈建议各位 最近你如果电子股像这种强势电子股 你不用急着买 破季线再来看就好 破季线再来看 你直接预告季线 直接破季线再来看 那看一下季线在哪里 没完啦 那个台北股市 常常电子股就是这种特色 因为价差很大 对 那价差很大 它是优点还是缺点 优点是很好的 我可能刚刚刚一天就10%了很快 有可能 对不对 我电子股 我金融股搞一个月才10% 电子股一天就有了 可是最大的缺点啊 你明天要买 你没有先跑 你哪有钱你还减 所以你不用急 你等一下破季线再来看 季线大概在蓝色这条 蓝色这条 220几 如果破200我会投销 破200就投销 我会很开心 我会非常开心 我觉得投资朋友现在要保持这个心态 我满手都是欠金嘛 但你当我才来求啊 这种态度你会赚钱 好 再来 之前跟大家介绍 这是非常强的股票 投信还是有在买 你持股超过20了 所以台北股市的电子股 涨这样子创新高的很少 非常少 还是建议各位要卖 为什么 我们可以知道 他1月2月营收出来 是年增10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3月 就是上个月 应该也可以 年增100%以上 连续3个月都被增了 4月就 就不会了 4月就不会 就不好了 你有你的研究就对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法说 后来出现的现象 大家都一致 不是只有我们这样看 很多法人都这样看 他很好 所以他股价在高档 很漂亮 可是 4月5月之后 慢慢战争的影响 原物料大涨的影响 会开始影响这些公司的业绩 所以说明明很好啊 你不说我3月还有100% 对不对 我这好得到 你现在摆不摆 真的真的不要 你应该要等到 下来 再接 会不会到机信 我不晓得了 但如果有后 我还是我的角度 好的股票 打回来 到一个便宜的价格 破季限 这种我都很开心 对 那还有一招可以跟他分享 投信很强 对不对 慢 对不对 你让投信大坎的时候再来 就是投信开始 但是很多投信喜欢短trade 他们很注重技术分析 所以只要破线 比方说开始破这条线之后 或者是破季限 投信一定会狂砍 投信一狂砍 这种今年业绩基本没有好的 很多主力会投接 他们接的方法就是 投信停损的时候 或者停力的时候 就接力了 就接力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破季限很好 破季限大家都会怕那是正常的 所有看技术分析的人 都认为破季限就挂掉 可是破季限就挂掉 跟基本面不见得有关系 无极存起起操败 无极存起 市场不好的时候 好多股票也是会跌 如果天破季限 我会蛮值得 大家就留意一下 好 再来 创为今年振10块以上 一样是好朋友 大概是1月2月3月 大概也是每个月 营收到年增100% 大概3月也是这样 不过他3月的法说 上次他们其实公司自己 很老实 他们上次法说讲过 他们4 5月可能比较差 4 5月比较差 因为对岸封城 对他们是有影响的 就是说 现在上海封城 台湾不在上海 昆山离上海很近啊 就在旁边而已啊 昆山如果 懂意思吗 包括上海 我的制造厂 很多晶片的生产 在对岸的部分 我要出去 我要经过上海啊 我下巴出不去怎么办 这个都会影响到未来的业绩啊 所以我发现包括创围 包括赤元 这种台北股 是过去3个月最强的电子股 反不动 他停住了 其实敏章之前就有跟大家讲 可以先跑 可以了解啊 我们那天讲的时候 刚好是最高点了 我就说 过去7个月以来 买创围只有这一天会 套牢了 有啊 米章有讲 就那一天 进场会套牢 但是你现在不跑 万一破线之后 不好意思 投信 投信 只要这个东西一破线 一定要算一破 这个应该是月线 你觉得投信不会卖吗 投信持股21% 其实邀谷大师基 你就有跟大家提醒了 就是到这个持股 所谓到20%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上限 你不能再买了 你投信 这种表示他第一个 他手上已经赚很多了 他现在要的就是 我就是获利了结 什么样的条件会 他获利了结 破线啊 台北股市最近电子股弱 这种最强的电子股 没有啊 今天台北股跌100多点 这个创为资源没跌啊 他没跌不代表他后面都不会跌 他只是因为我压得很好的 我比较强 先撑着 对我可以撑得住 但我撑得住不代表 我上得去啊 那我既然上不去 我当然获利了结就好了啊 这就是现在台北股市 我们面临的现况 但是 这是强势股 你现在当然不用急着买 一样老规矩破线再来慢慢减就好了 对至少等投信的持股水会降下来 等投信砍啊 投信不砍 坦白讲 我们一些业内的主力也没有兴趣买 也很贵啊 上次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你可能买在100多的 现在你看300块你随便卖也很舒服啊 对随便卖也随便赚啊 随便赚啊 那你 你既然就是为了电子股做价差的 有时候我们股价 常常大家会觉得说如果股价拱不上去 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生他 放生他 让他自己回来 我就有价差 生命自己会找到出路 对 因为价差 因为股价有时候 我不能要求他 他从100块涨到300块 你又从300涨到600 以现在的电子股价条件太难了 外在环境不好 不允许 升旗的速度那么猛 这个对科技股价一定影响很大 好 那这些给大家参考 但是还是有好的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的 好 那敏章老其实也循序的这几集 他的一个论述 就是临持股投心太高了 你记得要跑 那保留现金等待大盘修正也是一件好事 像这一半一跌就跌4%多 那大家要不要小看美国股票 涨可以涨2-30% 他跌一次2-30% 吐回去 真的要特别留意啦 好 那我们今天有跟大家讲到 电动车还是今年应该要去留意的 确实是这样 像特斯拉第一季 就交货了31万辆 这电动车 他如果是工厂足够的话 其实不止31万辆 应该不止 那随着这个德国的新厂 已经盖好了情况之下 特斯拉的后市还是蛮值得大家去关注 其实连台湾的部分都卖得不错 第一季 这个Model 3靠单一车型 就挂牌2300 量 年增75% 创下台湾电动车单季 销售的挂牌记录了 那当然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不过 我们可以见为 知道整个市场的走向 代表说这个电动车却市场 认同度是蛮高的 那特斯拉为什么能比其他电动车厂还要强呢 除了这个快充 比较普及以外 他的晶片 也用了比别人少 特斯拉是透过中央控制系统 来控制全车的功能 如果你有看过的就是一个萤幕 什么功能啊 调冷气啊 全部都在那个萤幕上面 全部都在那个萤幕上面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在传统的汽车上 你雨刷就要一个晶片 那这个控制冷气的又要一个驱动的IC 那这么多晶片的情况之下 遇到缺晶片 那当然 测就出不了 所以这是特斯拉 还有办法领先其他对手一个原因啊 好 那我们从特斯拉的销售成绩就来请教明刚 关于电动车 这个产业没有相关的个股 你觉得虽然现在临持股 但是我们可以先纳入自选股的清单 其实以台北股现在来讲 高位阶的股票风险一定是比较高的 因为电子股现在面临卖压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几檔其实位阶是高的 所以它被 就是台北股是一震荡被砍下来是不意外的事 有时候这个股票亏钱 我就卖这个赚钱了 来补啊 我手上有赚我就先卖它啊 一定是这种 不要说我们啊 很多法人会做罗击啊 人资长庭 人资长庭 这要管得我先不这么说 好 可是电子股里面有一个族群 叫做电动车 车很厉害的 我为什么知道他厉害啊 我接到几檔股票 刚好有一档是刚刚教授讲到的 我们没有约好 我没有想过他会讲顺德 英雄所见绿统 顺德这股票很有意思 投信前面都不买啊 诶 怎么突然来了 3月底4月初才买的哦 一来还来大 对 很久没来突然就来了 诶 顺德做什么 导现价去年赚4块多 我们先讲 市场估期今年顺德是比去年好的 所以你就看 一个股价长期 诶 不错哦 好像有打底哦 突然投信就切了 其实投信也在看这个 就是说台北股市很有可能会出现高低位阶的互换 在电子股里面 所以高位阶的电子股接下来 不要对他太有多的期待 因为大家会想过一个了解 反而是 诶 那起草 台北股市一个震荡 不对 这股票很强 所以在少数的电子族群里面 很明显电动车是今年的闲学 另外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伺服器 这个族群哦 不是每一档都整张的时候 只有少数几档而已 所以2351顺着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会不会台北股市在洗的过程当中 它反而 不仅不太跌 还是一个破断的起涨的机会 不可能啊 从充马上来看 投信不会莫名其妙突然买啦 因为投信其实前面涨多了 股票都已经结账了 怎么会突然 诶 那些投信突然就跑过来了 这个都是背后都有理由的 而且股价呢 整理过后其实也不太贵 100多块的 给大家个参考 另外还会挡得蛮有意思的 这个是烂很久的 烂非常久 底部起涨 真的是底部 因为同志就是 大家都知道同志做倒车雷达的 他也切到Tesla 环境那个雷达 这个确实有 他不是说概念而已 他其实是真的有 但是他就是因为去年真的表现的业绩太烂了 那个连量都不见了 突然 诶 这支哪里奇怪 顶到一百里突然出量 投信还没来啦 但这个突然有量 这个量还蛮大的 很有趣哦 对 很久没来的东西 底部起涨 还真的有量 不过你不见到马上现在追啦 你可以等他再回来 因为他现在刚刚碰到季线 碰到季线 碰上这里会再洗一洗 尤其现在大盘就不好 对 你就让他洗回来再来参考他就好了 因为毕竟这些低期期的股票 绝对比刚刚我会讲那几个贵的 安全很多 这个手上如果电子股还多的朋友 趁台北股是今天 过去这个礼拜没有太明显的沙盘的时候 你自己电子股要减吗 因为科技股真的在第二季 我觉得 压力很大 对大家讲 好公司都可能跌 是要说一些本质是不好的 对 不只没赚钱啊 你看那个 莲勇就是啊 莲勇还在破底 赚那么多钱 赚去到六十几块 ROBA 炉肉店啊 ROBA不是分红一千多万吗 那个 股价破底呢 当员工比较好 当员工比较好 当员工可能就 所以这种电子股 你还是要减嘛 即使是最近股价 你跌那么凶了 会不会反弹 不要想太多 先走吧 这个给大家做个建议 好 谢谢敏章帮大家解析啦 确实在今年的投资上 电子股 如果涨高的 你要留意风险 那跌到很低的敏章 有建议大家 可以看投薪的持股以外 你也不要见低就减了 还是要看一下 产业的风向 对不对 例如说联勇 他这个面板相关的嘛 所以这个在 产业上的这个梗 就 大家看了就没什么兴趣 电动车 显然还是今年 甚至未来十年的一个主軸 大家可以多加 留意相关的概念股 好 那节目的最后呢 观众朋友想说 既然风险这么高 都不用玩了吗 其实也不是啦 因为 其实在台股 有一个特性就是 是世界上 殖利率很高的 几个主要市场 所以我们就来 跟教授好好讨教讨教啦 今年呢 很多波段组 经历了股市上中下期之后就能 转念了 不然我来当存股主 好不好 所以高殖利率的一些个股 就引起了 市场的一个关注 那像这个金融股相关的 这不用多说 本来殖利率就是不错 如果在这样升息的题材之下 今年变成 存股主跟波段主 都在玩的一个族群 那另外呢 像是钢铁的一个中钢 甚至我有留意到 这个统一的马口铁的统一石 业绩都相当不错 做殖利率也不错 所以今天接下来就要请教教授 教授啊 这个名单热热等 也有银行的啦 也有做肥料的啦 那有钢铁 那到底 这些方向里面 你比较看好 哪一个产业呢 刚才敏章讲 很久没来啊 很久没来啊 那是翁档的 翁档的 那忍不住喔 我想要给我多一点点时间 我补充一个东西 好 这个我之前有提到 叫做20年大运 20年大运 还有矿 还有矿 这些都非常的好 但是未来的20年 从2024年开始 走的是火运 但是它会到时候再涨 前面就会开始酝酿 开始慢慢生火 所以为什么 你没有发现我最近 对电动车喊得很猛吗 还有电池 这些都是火啊 火 哦 就讲到这里就好 好不好 好啦 继续往下看 好啦 循学课程 之后会再帮大家开一下 有机会 好不好 再多说一点 哦 当然现阶段呢 这个你注意看哦 你看金融 这个我们年初的时候 讲到今年属金 属金 钢铁也是 你看中钢旁边那个钢 是不是左边一个金 都是金 没错 OK好 然后 那再来你 再来其实今年我觉得 大家比较在意的 尤其是在升级 我们还是要回到正统的 这个 邏辑 这个 群学跟经济学要兼顾啦 经济学 那经济学的部分呢 其实你会知道 今年是升级的环境 所以法人对于高现金值率 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高现金值率的背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跟阿格力的观念 一直都是一致的 就是说 我很多人不是这样 我觉得蛮奇怪 他们选高值率 根本没有在管这个股票 是在干嘛 对 我不理解这是什么 有时候是单一二年度 业绩很好 对 或者是说就是因为股价跌很多了 所以值率高 但你注意看 最近法人买的这些高值率股 因为这里做了一件事情 蛮好的 就是找法人买操 那法人 我们当然 偶尔也许有一两党 他不符合我们对高现金值率股 就是所谓的价值型的思维 也有可能 但是 大部分法人在做所谓 高现金股利值利率概念的时候 他其实出发点是什么 就这个股价 必须要稳定 那大部分股价能够稳定的 不外乎就是 金融股 或者是公用事业相关 例如像你看 远传 电信 电信类的 那或者是说原物料的上游这一类 你看电信里面就 就出现了 远传跟中华电信 对 对 原物料上游的部分 你看像远东兴跟东减 对不对 OK 那 当然在这里还有包括中刚也是原物料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比如说 像震纹啊这些 我说难免会有几档 他是比较有个股色彩的 但是大部分你会发现就是落在金融原物料跟电信 金融原物料跟电信 好 那我们当然就往这个方向来看 好 像你看 这个星光晶 最近又有 这个 金晶病 就 星光晶跟台新晶可能合并的 抛出这样的议题 那因为 星光晶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在台股 金融股里面 他的位阶往往是比较低的 也是比较后面才会动起来的 那最近 其实我们看到外资的买盘也有进来 那这在外资策略当中 他还愿意进来那是珍爱 不珍爱 对不对 外资是卖整个台股的啊 对 然后他还愿意进来是珍爱啊 对不对 就好像说 大家都走了 然后 只有你留下 你留下 那你是珍爱 大家都走了 我没注意啊 结果他也走了 然后你看 还有这个中钢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 上次的这个跳空 大家一直认为说 那个跳空啊 微博啊什么 其实有过来测试一下 然后就弹上去 但是你看整体的股价的表现还算稳定 当然你说这个股价要真的出现大涨 我觉得也不容易 股本也很大 但是买这个股票的人 心里其实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盘算 他也知道他不会大涨 但是他就是一个 获利不错啊 今年整体来讲 应该还是获利相当好 因为云云物料今年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配息还是不错 所以你看到外资 也是进来 而且投信也有买啊 对 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远传 我们讲电信股 电信股 坦白讲你觉得没有什么搞头 可是你看这一段 今年年初的时候才60几 说实在 如果我不要说最低点 我们就抓一个 差不多的位置 好 1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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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酬率也十几% 对啊 很誇張 所以 所以为什么你看投信 哇 怎么样 这个不是什么结账做账的概念 就是他就是 成为他的核心持股 对 核心持股 然后你看外资 这不是真爱 这叫爱的死去活 爱的死去活 你看 诶 有没有 因为不仅是这个 股价低的时候买一点点 股价高的时候买更多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当然在讲 今年在这种环境当中 其实有时候 你不要用全然yes或no 就说台股能做不能做 对 其实 不能做的 大行情大环境里面 其实还是有很多稳定成长的 比方说刚刚电动车 以及高质率率的个股 对 然后 再来你看远东兴 其实整体的表现还算是不错 然后你看投信 这一段买 这一段买 这里其实 虽然你说他没有在买 但他也没有减买 是 然后外资最近也进来了 那就是因为 他原物料上涨 对他 相对来讲是有利的 利多 所以 整体来讲 诶诶诶诶 你不要偷打广告 要偷打广告 你这怎么会每次都这样 就是今年的主轴啦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今年啊 你如果要讲说 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所谓的 快速成长股 我觉得难度是比较高 那价值确实 还是有他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法人啊 你叫他不做股票 对 有可能嘛 那尤其是像刚才 这个药谷大师也讲到 基金公司你 你有一定的资金 你还是要买股 因为就法令规定 然后就以前我在自营部 我们也不可能领的薪水 然后就说现在行情不好 不能买 不买 都不买 那老板说 那你不要来上班 那你就先回家 等行情好你再来啊 也不对 那拿到我问老板说 行情不好我先回家 那我有薪水领 当然是没有 其实我们就开始去思考价值 所以像刚才讲到的金融股 刚才讲到的电信股 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的思维 当然细节我觉得还是要从课堂上 这个阿格力会再教大家更详细的一个思维 但是我觉得今年基本上以价值为导向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观念 会越来越明显 好那谢谢教授也帮阿格力透透Q啦 因为在过去呢 这是因为我不小心按到 快速成长 没有教授真的是用心良苦啦好不好 那在过去呢 其实快速成长股当到时代 大家玩的可能是科技股 但是在今年大家可以看到 连电信股的远传都涨成这样 金融股也是飙翻天的情况下 所以今年的成长股 阿格力觉得要以定存为出发 先求稳再求胜 我想这是在投资上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啦 那阿格力的这堂课呢 在台北4月24 以线上的讲座部分 都会同步的举办 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 文字说明栏下方 那记得使用我们折扣码GP500 可以再享有优惠的价格喔 好那相信今天的节目 大家收获真的是非常多 教授一开始呢 就从总心的大方向来跟大家讲 今年这个升息的这个鹰派 看起来是蛮确立的 一整年可能会升到10码以上 甚至12码都是有可能 所以对于电子股的冲击 就比想象中巨大啦 那药谷大师也跟大家提醒啊 虽然过去他是穹要穹去的 可是穹不是乱穹 还是要看一下 现在有哪些公司投信持股太高 那你可能 翁高获利了解是一个 比较好的投资方式 手上有信心 那等之后的股市回档 你就是微笑胜利者的这一方啦 好那如果你喜欢阿格力今天的内容的话 别忘了上Facebook跟YouTube订阅 投资最给力 我们下期再见喔 拜拜